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我今天还在长春 一会儿就出发回松原了 整趟旅程就算是结束了 这两天感觉好像疫情又有点抬头之趋势 赶紧老老实实的回去 不再折腾了 咱们中国有一句俗语 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 猪太壮了提早出栏 寿命有所减少 一看这么壮了 赶紧给他宰杀一番 所以猪害怕壮 很合理 人为什么怕出名呢 按说名与利如影相随 出了名就有各种好处 为什么还人怕出名呢 大致也是因为 所谓名满天下 傍易随之 不招人计是庸才 太出了 我说的招计是嫉妒的计 你别通过这种什么唬烂谐音 跟合理化你那些违法行为 说刚刚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了 说因为这个什么招计 所以我不是庸才 两回事 我要胡乱套 这个所谓的招计 就是指的这个招人嫉妒 因为人出名了嘛 确实就会有这种问题 那人怕出名 其实很多东西 意思如此啊 比如说做游戏 游戏没名气 IP没有知名度 销量上不去 游戏公司要头疼 那可是呢 知名度好了 IP好了 销量好了 是不是就这个百利无一害呢 也不全是 有的时候啊 会招来一些莫名其妙的官司 比如说 最近我就看到一则新闻啊 实在是觉得有点意思 我们知道COD13呢 使命召唤系列 知名度都很高 其中的第13作呢 里面有一个角色 叫做肖恩·布鲁克斯 他呢 也不是这个主角 他只是众多角色中的一个 但是有一定的戏份 结果呢 有一间公司啊 就把这个动事给告了 告他干什么呢 说你COD13里边 不是有一位肖恩·布鲁克斯吗 哎 我们公司的老板啊 也叫肖恩·布鲁克斯 而且这两位呢 还颇有一些相同之处 所以你其实COD13 是涉嫌了抄袭 侵犯了我的这个形象权 那共同之处何在呢 名字都叫肖恩·布鲁克斯啊 这个是起诉方 所提出的一些起诉缘由 第一个 那名字一样 那名字一样的海了去了 这肯定是不作数的 对吧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两个肖恩·布鲁克斯啊 都拥有无限的弹药和资源 你看 这就有相似之处了 第三个呢 说他们都曾经在一个这个 购物中心啊 展开过枪战 这个展开过战斗 所以这个等于借鉴了我们老板的经验 第四个呢 说这个形象啊 非常接近 那当然 动视一看觉得莫名其妙啊 那官司来了就得打 动视方面也一一的驳斥 首先 肖恩·布鲁克斯不是主角 叫这个名字的人啊 这个 如过江之际 所以没什么好说的 这肯定不能作数 第二个 所谓拥有无限弹药和资源 那是FPS游戏的常用设定 每个角色几乎都是一样 而你这位CEO是干什么的呀 你这公司干什么的 为什么会拥有无限弹药和资源 在现实中有可能做到吗 这个实在是过于牵强了 对吧 第三个 说什么购物中心战斗一番 你这CEO啊 也不知道干什么的 为什么要在购物中心与人战斗一番 是不是此战斗非比战斗意味可知 可是很明确的是 我们游戏中的这位肖恩·布鲁克斯 根本就没有在什么购物中心战斗的这个场景 你但凡稍微玩过一下这个游戏 也都知道你这个起诉理由根本不成立 对吧 第四个 说形象一致 然后他对比了两个人 可惜我没找到图片呢 对比了一下 两人长得呢 那就是风马牛不相及啊 没有一点像 所以你这根本就是来碰瓷碰大法了 当然法院也支持了动势的主张 说你确实是 实在是太过全强了 像这种东西给你判下来 判例一出 以后游戏中只要有同名同姓的 有那么一点点像的 那就全完蛋了 这不可能的 所以当然 这个动势败诉啊 这间公司啊 所谓的CEO 肖恩·布鲁克斯败诉了 这是 在我看来啊 这几乎就是一个笑话了 说实在的 大概真是啊 想出名 想要钱 或者想要什么东西 太多了 因此找个机会啊 反正能碰就碰 能看怎么着 就得弄一下 那当然 这个是可以说是一场荒唐的官司 可是由此引发一个问题 就是当游戏啊 就因为这里边 这个所谓的侵权 所谓的抄袭 是完全无法成立的 但是我们知道 以游戏界而言啊 所谓的抄袭啊 侵权啊 过分借鉴啊 等等 的确又不在少数 可是实际上 我们会发现 真正啊 怒气打官司 并且啊 这个被侵害方赢下来 获得了足够的赔偿的案例 非常的有限 更多的情况之下 这些公司就选择作罢了 或者谴责一下啊 或者发表一些声明 也不真正的去打官司 或者象征性的打一打官司 都不会全情的投入 这个是为什么呢 实际就在于啊 游戏一旦涉及到抄袭 这个官司啊 打起来 旷日持久 取证比较麻烦 而最终的结果 或者说收益 往往亦不能够达到预期 所以你没法弄 比如说啊 常见的 第一个就是玩法上的问题 首先玩法不构成抄袭 玩法的借鉴是不构成抄袭的 因为所有的这种啊 知识产权的专利保护 它的一个核心思想 就是什么呢 保护表达 不保护思想 换言之 你跟我说的话 一模一样 那是不行的 可是你跟我想法有近似之处 这个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你比如说 有一人 我说你想写一个 比如说啊 你想写一个盗墓的小说 你写了一本盗墓的小说 那我能不能写呢 我当然是可以写的了 我只要里面的情节 人物跟你不是一模一样的 我是可以写一个盗墓小说的 不是说你写了一个盗墓小说 其他人就不能写了 对吧 所以你注重的是你的表达 就是关于你这个盗墓的故事 你是如何表达如何呈现的 这个是受保护的 但是你的思想 就是盗墓这个题材本身 是没法给你做保护的 那放到游戏中也是一样啊 就是比如游戏的玩法 可以理解为一种思想 而不是表达 在这种玩法上 或者在系统上 实际上是不受保护的 比如说我做了一个 超级马里奥平台动作 蹦蹦跳跳的 你能不能做呢 你完全可以做 你只要别跟我搞的一样 也是马里奥 什么关卡 什么里面的角色 敌人一模一样 那是不可以的 但是平台动作游戏 或者近似的 看起来有些像的 是完全OK的 是可以做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突然一片云彩 从我这飘过 整个房间暗了不少 挺怪吓人的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或者说我做一个 大逃杀类型的游戏 可以做啊 和这个和尚摸得 我摸不得吗 都能摸 你可以做 他也可以做 你只要不要说地图设计 什么枪械 什么所有东西 一模一样 那是不可以 角色一模一样 不可以 否则只是玩法上的借鉴 或者说就是完全一模一样 就只是在玩法上 一模一样啊 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不受保护的 换言之 你打这个官司 你做了一个超级马里奥 人家做了一个 这个超级宋尔宏 长得也挺像 你去打官司啊 打不赢的 所以这个首先就很难受到保护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实打实的出现了超级了 比如说我来一个塞尔达传说 我里边有一林克 你也做一游戏 跟我这林克长得一模一样 这地图也是九分相似啊 连这把宝剑啊 连这个什么东西都一模一样啊 这个是可以打 但是打起来 却非常的不容易 首先你起诉他 起诉他之后你要矩阵啊 是拿拿拿 做了超级 拿拿拿如何如何 怎么这个一模一样 怎么那里侵害了我的版权了 然后官司啊 就持矿日持久的打下去 你说这个时候 你可以主张要求他先下架 游戏停止销售 但其实却很困难做到 几乎也不大会支持你的主张 很难 所以你就继续打 打打打打打打打到最后 OK 那就怕你赢了 怕你赢了 怎么办 他赔偿他的全部的收入的多少 或者怎么招给你 你再算一算这个律师费啊 还有这个矿日持久的种种的投入啊 时间上的金钱上的法务部门的人力资源的投入等等 最后一算 非常的不合算 基本上打到最后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有过这样的判例 刚才被这个中断一下啊 我接着说 实际上它这个是矿日持久 最后一算这笔账啊 非常的不合算 因为有过这样的例子 比较著名的几个例子 我们现在能够查到的 第一个像当年天元呢 搞的这个NES10的芯片 就这实际上对你的机器是直接破解 当然是侵权的 任天堂跟天元这个官司 矿日持久 最后也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又或者说当年任天堂 怎么说起来都任天堂啊 任天堂为了搞这个加贺招三啊 就是火闻之父 加贺招三不是跳出来 然后跟索尼合作搞的那个什么 一开始 他一开始的名字 就后来的类之指纹传说啊 一开始叫什么都忘了 然后就说他当时宣传的时候 都是以火闻的续片做宣传等等 所以任天堂就告他嘛 告了他之后 最后说任天堂要求 把他全部收入赔偿过来 那最后就赔偿了一个百分之几的 这么一个数字 相当少 一算一笔账啊 最后这游戏也卖了三十万 该买的 因为火闻系列啊 火闻在进入到GBA时代之前 也就是三十万左右的销量 就算是很好了 所以他的游戏卖的相当的好 最后赔的那点钱 根本都不够任天堂打官司 没起到好的效果 所以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多了之后呢 现在大部分的企业啊 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所以你会看到任天堂啊 打这个叫什么呢 打民间的侵权官司 特别的守黑 特别的积极 比如说你能几个人开个马里奥赛车什么的 在街上玩玩 不行了 要搞他 或者自制一个塞尔达传说 传上就要搞他 为什么呢 这种官司一打一个转 很简单 很轻松 甚至一个律师函过去啊 人家就直接不干了 谁敢跟你任天堂比呢 对吧 可是真正公司之间 打这种侵权 或者涉嫌抄袭的官司啊 很麻烦 你要说盗版 这没什么说的 这一看就是盗版 这就是侵权 这就是违法 这是好弄的 而抄袭有一个 有一个界定的问题 你很 你几乎不可能抄的一摸一样吧 你总是其中有一些地方 抄或者一抄抄个四五家 搞大杂烩 你不可能就逮着一个死抄吧 有几个跟小霸王似的 专注山寨F4 一专注几十年 对吧 大部分抄也是这边抄一点 这所谓的缝合怪啊 这边抄一些 那边抄一些 你最后去打的时候 你界定起来很麻烦 官司一打 这个 我们以前说大炮一响 黄金万两啊 现在啊 这个官司啊 就是大炮了 真是官司一打 也是黄金万两啊 这个如流水一般 所以就不值得 因此很多时候呢 也就算 反倒是针对个人的 同仁的作品啊 受必要黑 别说这个了 我记得早些年 所谓的这个 地表最强法务部啊 一直有几个说法嘛 任天堂算是其中一个 还有像咱们的南山必胜客 对吧 那其实还有一个 也是著名的 在这方面特别凶猛的 就是迪士尼 迪士尼猛到什么程度 我不是说吗 我那期在同里路的时候 我跟大家聊呢 说现在有一些警察 就是美国的警察 在执法的时候 他害怕人家 随便拍上 拍着之后 船嘛 断章取译 不是很麻烦吗 所以他那个警车 就在播放啊 用非常大的音量 播放迪士尼的背景音乐 什么Let it go啊 什么这一类的 然后你上船的时候 你船不上去 就是因为你版权 涉及到侵权 你这视频没法传 当然你说可以替换一下什么 但这就未必人人都会了 或者怎么着的 所以他就等于搞这么一个花式 起码你当时即使想要传 你传不上去 就搞这一套 就证明迪士尼 他这个官司打起来 也是非常凶猛的 也算是最强法务部候选名单之一 就这么猛的 他当年那个电影叫 我记得叫赛车总动员吧 我还看过的 很有意思一部动画片 不是我们后来 有一间公司做了一个 跟那个那就就是 恨不得是一比一的 这个模仿抄袭的 叫什么名字我忘了 也打官司 也打了好长好长时间呢 最后也不过如此 其实也不值得 所以后来 迪士尼对很多事情 也是你民间 你个人侵权 他抓得很严 反倒是公司之间 有那么一点借鉴抄袭 只要是不离谱 就睁之眼闭之眼 因为最后打下去不合算 所以 你看有趣的是什么了 咱们一开始聊的 这则荒唐官司 他反而愿意打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本万利啊 或者五本万利 就随便打打 起码还能出出名 可是真正遇到了那种 比较严苛的啊 抄袭啊 或者界定 相对模糊的情况的时候呢 大部分公司反而不打 所以其实 这种知识产权的官司啊 你说这东西厉害吧 也厉害 但是你说麻烦吧 实际上也相当的麻烦 就通过这则荒唐官司的新闻呢 我也想起来和大家聊一聊吧 一会就准备出发了 这一路也看了不少地方 我觉得心情也是挺好 但我呢 我最近啊 对于东北 我又有一个新的感受 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东北很多城市啊 我觉得城市的建设并不差 OK的 可是我觉得有一点啊 有点跟不上 就是尤其是服务行业 的服务意识 我认为会比较差 比如说昨天呢 我在这个城津呢 有一间奶茶店呢 就不说名字了 想买几杯奶茶 买了就是扫码下单 下了单之后 因为这家店生意是比较好啊 可能是所谓的网红店 他就紧着这个 这个就是外卖的单啊 疯狂的出 我们的堂食单 他不理你 我去催了几次 他就说哎呦 已经帮你提上去 马上就做 这我一看 我十一点零九分下的单 到了十一点三十五分呢 我再去看 都没有做呢 我再问他 他还是说 我帮你提的 等半个小时过去 我说很气嘛 我说这个 你这样处理不行啊 你怎么办 他说那我帮你退单吧 然后他就把钱 就退给我了 那我损失的 这半小时怎么办呀 唐二皇就这理直气装 那我给你退了 我说你怎么这样啊 我说我发火啊 他说哎 你为什么要生气啊 不是退给你 我说你说为什么要生气啊 然后我说我要打12315 结果打了呢 他说这个情况不受理 受理 他说那我说那你 那我说我又问12315 那怎么办呢 他说你打什么 这个什么商务 什么玩意 我说哎 听着知道没谱算 只好认辉啊 走了 就类似的事情很多 我就觉得他的服务意识上 差一些 这个软件的东西 其实硬件的东西 反而是好解决 软件的东西应该要跟上啊 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啊 但整体感觉还是挺好的 确确实实 壮丽啊 东北开阔 这种开阔是在江苏 完全看不到的开阔 就哪怕一个县城啊 动不动都什么六车道都有 很开阔 开阔有时候也会带来 心境上的改变 是吧 我随便吐槽一下啊 大家不要这个 不要当真啊 这可能只有 只是一次偶然遭遇 那接下来啊 这个广告时间 淘宝店 各种有趣的收费节目 咱们还没上新 但是美食时日谈呢 也算是最新的了 我认为这个节目 做的非常有意思 然后谈天说地啊 这几季也都很好 游戏类的也都有 总之啊 大家挑自己喜欢的 感兴趣的买来听 谢谢各位的收看 也谢谢各位支持 本期节目到此为止 咱们下期再见